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下一個單字 Season Season的意思就是季節的意思 季節就是season 記起來了沒有 好 接下來看下一個 Spring Spring就是我們說的春天 春天到了就叫Spring Spring 下一個 Summer 哇 天氣很熱的時候是什麼時候 就是Summer 就是我們說的夏天 Summer 好 夏天過來是什麼呢 我們看一下 Autumn Autumn Fall Fall Autumn這個字就是我們說的秋天 同樣這個字還有另外一個字叫做Fall OK 不管是Autumn或是Fall 他們意思就是秋天的意思 OK 我們看下一個單字 Winter Winter Winter這個字就是冬天 很冷的冬天叫做Winter OK 我們看下一個單字 Cl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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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意思就是我們說的時鐘 時鐘叫做Clock 好 我們看下一個 Watch Watch Watch的意思就是看 我們戴這個手錶 看一下時間就是Watch Watch 記得Clock是中 Watch 是手錶 好 記得還有沒有 好 我們看一下下一個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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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的意思就是早上的意思 早上叫A.M. 它這個字怎麼使用呢 我們來看一下 It's 4 A.M. It's 4 A.M. It's 4 A.M. 所以意思就是現在是早上四點鐘 早上四點鐘 A.M. 記起來了沒有 好 我們看下一個 P.M. P.M. 跟著早上 剛剛我想等 它指的是下午 OK 只要中午過之後的時間就用P.M. 幾點鐘 幾點鐘 OK 記得P.M.前面是加那個幾點鐘 幾點鐘的意思 OK 好 我們下一個 Ha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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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思就是一半 這這個字怎麼使用呢 這個字一半的意思是怎麼使用呢 我們來看一下它的例句 They are coming in half an hour They are coming in half an hour They are coming in half an hour 這個意思就是說 他們在過不到半小時的時間就要來了 OK 不到半小時的時間他們就要來了 Half an hour就是半小時的意思 好 我們下一個字 Half an hou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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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意思就是小時 小時 小時 OK 幾個小時的這個小時就是 hour Half an hour 好 我們下下一個字 Minute Minute Minute就是我們說的分 OK 我們知道一個小時有六十分 OK 幾分 就是Minute 分 好 我們下一個 Seco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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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比Min更小一點 就是我們說的秒 幾秒 OK 幾秒 Min Second 好 我們下一個 Mo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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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意思就是片刻 一個短暫的片刻叫做Moment 這個字怎麼使用呢 我們來看一下它的例句 Wait a moment Wait a moment 這句話意思就是等一下 你要叫別人等你一下的時候 要怎麼說 Wait a moment Wait a moment OK 好 我們看一下下一個字 O'cl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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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字就是幾點鐘 幾點鐘的意思 比如說你要說五點鐘 要怎麼說 就是5 o'clock 要講十二點鐘怎麼說 就是12 o'clock OK 這樣你們會說的嗎 非常簡單對不對 好 我們來看一下一個 Path Path Past的意思就是過去 OK 過去 過去 過去的 已經過去了 那個字叫做Past Past 記起來了沒有 好 我們來看一下下一個單字 Time Time Wow 這個字很大喔 這個字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時間的意思 我們說的時間就是 Time Time 記起來了沒有 好 我們來看一下下一個單字 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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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思是說之前的 OK 什麼什麼之前 比如說三天前 五天前 或是三個小時前 我們就說 go OK 比如說三天前 我們說3 days ago OK 我們記起來了 看下一個單字 Future Future Future這個字就是未來的意思 OK 我們未來會怎麼樣呢 那個未來就是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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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會唸得沒有 好 我們看一下一個單字 Alrea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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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已經 OK 比如說我已經怎麼樣怎麼樣了 我已經做了什麼事了 用那個已經就是 Already Already OK 記起來沒有 好 我們看一下一個 Ear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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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arly意思是很早的意思 早 就叫Early 這個字怎麼使用 我們看一下它的例句 I got up early this morning I got up early this morning I got up early this morning 這個句話的意思是說 今天早上我起得很早 OK 我起了一個大早 Alright 有沒有問題 I got up early this morning 這樣會用Early這個字的嗎 好 我們看一下一個單字 L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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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te跟Early剛好相反 它是晚的意思 剛才是早 就是晚 OK 比較晚的意思 叫做Late 好 我們看一下一個單字 La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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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ter就是待會兒 OK 待會兒這個字叫Later 這字怎麼使用呢 我們來看一下它的使用方式 I will call you la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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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等我一下 我待會兒打電話給你 我等一下打電話給你 我等一下打電話給你 I will call you later 這樣會用Later這個字的嗎 好 我們現在下一個單字 N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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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字的意思就是下一個 下一個 下一個叫做Next 這是怎麼使用呢 我們來看一下例句 Let's meet next Monday Let's meet next Monday 這句話的意思是說 我們下個禮拜見 OK 我們下個禮拜見 Next Monday 我們下個星期一 再碰面 OK 沒問題 會使用的沒有 好 我們下個單字 N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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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的意思就是現在的意思 現在就叫做Now OK 好 我們下個單字 O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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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當作一次 或是可以當作曾經 OK 這個字怎麼使用呢 我們看一下它的例句 I went to Japan once I went to Japan once I went to Japan once 這句話意思 我曾經到過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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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是我去過日本一次 OK 好 看過 下一個單字 Soon Soon Soon這個意思是很快的意思 OK 很快的就叫做Soon 好 我們下一個單字 Today Today Today這個字呢 就是今天 今天就叫做Today OK 我們記起來了 我們下個單字 Tonight Tonight Tonight的意思就是今晚 今天晚上 叫做Tonight OK 我們下個單字 Tomorrow Tomorrow Tomorrow的意思就是明天 明天就叫做Tomorrow OK 我記起來了沒有呢 好 我們下個單字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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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r的意思就是年 OK 我們所說的一年兩年的年 就是Year OK Year 好 我們下個單字 Yesterday Yesterday Yesterday就是昨天 昨天就叫做Yesterday OK 我們記起來了 再跟我唸一次 Yesterday OK 好 看下一個 Day Day 我們所說的一天 兩天 三天 我們就怎麼說 就是 Day OK 這叫做一天兩天的意思 Day 好 我們看下個單字 接下來我們要看到部分 是有關前部分的一些名詞動詞 來 我們看一下下一個單字是什麼 Sent Sent Sent這個字我們比較不常用 不過在美國這個字代表是一分錢 就是我們就一腳錢的意思 OK Sent 有沒有記起來 好 我們看一下下一個單字 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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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零錢對不對 零錢怎麼說 零錢就是 Change Change OK 記起來了沒有 好 我們看下一個單字 Doll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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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llar就是我們說的圓 OK 你身上有多少錢呢 如果說你有五十元的話 你就說 Fifty Dollars OK Dollar 我們記起來了 圓 OK 下一個單字 Money Money Money的意思就是指所有的錢 所有的錢我們在通稱叫做Money OK 記起來了沒有 好 我們看下一個單字 Price Price 如果說我們去菜市場 或去百貨公司買東西的時候 我們要先看一下它什麼東西 要看一下它的價錢 那價錢怎麼說 就是Price Price 就是價錢的意思 好 我們看下一個單字 Borrow Borrow Borrow意思就是借 像什麼什麼 借 OK 這個字要怎麼使用呢 我們來看一下它的例句 Can I borrow your book Can I borrow your book 這句話意思就是說 我可以借你的書嗎 我可以借你的書嗎 好 我們看下一個單字 Bu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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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簡單 就是買的意思 相信大部分人知道這個字 對不對 Buy Buy 好 我們看下一個單字 C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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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意思就是花費的意思 OK 它在花費多少錢的意思 Cost 好 那下一個單字 L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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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思就是 也是一樣是借的意思 可是Lend 跟這個Borrow 不一樣的地方就是 Lend 我們要用在說 借出 跟什麼什麼人借 OK 這是什麼什麼使用呢 我們看一下例句 你就知道了 Can you lend me your car Can you lend me your car OK Can you lend me your car 你可以借我你的車嗎 你可以把你的車借給我嗎 你可以把你的車借給我嗎 Can you lend me your car Van OK 你們記起來了 好 我們看一下下一個單字 Pay Pay Pay的意思就是 付錢 這個動作叫做Pay 要付多少錢 Pay 好 我們看一下下一個單字 Spend Spend Spend這個字 意思是說 花費的意思 花費 那這個字怎麼使用呢 我們看一下它的例句 He spends a lot on traveling He spends a lot on traveling 這句話的意思就是說 他花了很多錢 花是什麼地方呢 在旅行上 他在旅行這方面 花了很多的錢 He spends a lot on traveling 有沒有記起來了 好 我們看一下下一個單字 Che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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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意思就是 很便宜的 什麼東西 非常非常便宜的 我們就說 Cheap OK 好 我們看一下下一個單字 Expen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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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字剛好 跟Cheap是相反的 Expensive 就是很貴的意思 OK 什麼東西它的價位是非常高的 我們就用Expensive 太貴了 好 我們看一下下一個單字 接下來呢 我們來看的部分就是 有關一些食物啦 這些東西 的一些名詞 我們來看一下有哪些名詞呢 第一個 Fru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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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們所說的水果 所有的水果的種稱 就叫做Fruit Fruit 好 下一個 Ap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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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吃過Apple 紅紅的 花絲公主 她吃的那個什麼東西呢 就是蘋果 Apple Apple 好 下一個單字 Только Banana 扮 搖 那個 鹅仔最喜歡吃的 黃黃的 常常都是什麼東西 香蕉 答對了 OK нев 好 下一個單字 lemon 哇 圓圓的一顆綠色的吃起來酸酸的是什麼東西 lemon 檸檬 我們記起來了 好 我們看下一個 orange orange 是什麼東西 就是我們說的柳橙 好 下一個 tomato tomato 就是我們所說的番茄 我們記起來 番茄叫做tomato 下一個單字 vegetable vegetable 就是我們所說的蔬菜 所有的蔬菜的通稱就叫做vegetable 我們記起來了 好 我們看下一個meat meat meat 就是我們所說的肉 肉 我們吃的肉就叫做meat 好 我們看下一個beef beef beef這個字呢 它代表意思就是牛肉 牛肉 叫做beef 記起來了沒有 好 我們看下一個bred bread 這個字就是我們吃的麵包 麵包就叫做bread 下一個 chicken chicken 這個字就是雞 雞的意思 雞肉啊 雞啊 我們都叫chicken 好 下一個egg egg 那雞它會下什麼東西 它會下蛋對不對 那個蛋怎麼說 就叫做egg 記起來了沒有 好 我們看下一個單字 fast food fast food 哇 不管大人小孩都喜歡去吃的 什麼呢 素食 比如說麥當勞啦 肯德基啦 這些人家所賣的東西叫做fast food ok fast food 素食 ok 好 我們看下一個fish fish 就是魚的意思 ok 下一個food food food 就是食物 所有的食物的通稱我們會叫做food ok 好 我們看下一個 h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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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意思就是火腿 紅紅的那個火腿 就叫做ham ok 好 好 看下一個 hamburger hamburger 啊 小朋友最喜歡吃的 什麼東西 hamburger 漢堡 ok 漢堡 記起來了沒有 好 我們看下一個 hot dog 嗯 我最喜歡吃的 hot dog是什麼東西 就是熱狗的意思 就是熱狗的意思 你喜歡吃hot dog嗎 我很喜歡 ok 我們看下一個 noodle noodle noodle就是 半一半 長條的那什麼東西 我們吃的 面就叫做noodles ok noodle ok 記起來了沒有 好 我們看下一個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字 pizza pizza 哇 好吃的pizza pizza是什麼東西呢 就是我們說的 就是pizza 就是pizza ok 好 我們下一個單字 pork pork pork就是豬肉 豬肉 我們叫做pork 我們記起來 ok 好 下一個單字 r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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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ice就是我們所吃的 米 飯 我們叫做rice ok 好 我們下一個單字 sal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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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字的意思就是我們說的 生菜 sallad 我們叫做 salad ok 生菜 sallad 好 我們再寫個單字 sandwich sandwich sandwich這個字就是 三明字的意思 三明字 怎麼說呢 sandwich ok 好 我們下一個 s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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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up這個字叫做 是湯 我們喝的湯 就叫做soup soup 好 我們下一個 ste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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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我去西餐廳的時候 我們會點什麼東西來吃 就是牛排 牛排的意思叫做soup steak ok steak 好 我們下一個單字 breakfast breakfast 恩 早上起床的時候 一定要吃什麼東西 要吃早餐 早餐怎麼說 breakfast 記起來了嗎 好 我們下一個單字 dinner dinner 那到了晚上呢 那中央的那一餐叫什麼? 叫晚餐 Dinner 我們可以下個單字 Lunch Lunch就是我們中午所吃的那一餐 叫做午餐 午餐叫做Lunch 我們下個單字 Meal Meal它就不分早餐、午餐、晚餐 我們只要所吃的那一餐 不管是早午餐,我們就說 一頓飯 一餐叫做Meal 好,我們下個單字 Snack 這次要發好了,要發 Snack Snack 我們吃完飯之後會放到什麼? 點心對不對 那些點心就叫做Snack 我們下個單字 Coffee 這個字就是咖啡的意思 我們喝咖啡叫做Coffee 好,下個單字 Coke 小朋友的最喜歡喝的可樂 叫做Coke Coke 記起來了嗎? 好,我們下個單字 Dr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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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們所謂的飲料 飲料叫做Drink 包括紅茶啦 或是綠茶這些 我們可以說叫做Drink 好,下個單字 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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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冰的意思 OK,很冰很冰的那個冰 叫做Ice Ice 好,下一個 Ju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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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uice就是果汁的意思 OK,不管是蘋果汁 或者是芒果汁 或者是芒果汁 或者是什麼其他的丟成汁 全部叫做Juice Juice 果汁 好,下一個單字 Milk Milk Milk就是牛奶的意思 OK,我們喝的牛奶叫做Milk Cake 下一個 Tea Tea Tea就是用茶葉所泡的那個茶 叫做Tea 比如說紅茶、綠茶、烏龍茶 都叫做Tea OK,好,下一個單字 Water Water Water的意思就是水 我們喝的水 叫做Water OK,我們洗澡的水 叫做Water 自愛水 那個打開的那個水龍頭 留下來的就是Water OK,好,下一個單字 Ca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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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到了時候最喜歡 什麼東西 一個很大的蛋糕 蛋糕叫做Cake 記起來了嗎 好,我們配下一個單字 Candy Candy Candy就是我們說的糖果 糖果叫做Candy OK,我們把它記在腦海裡面呢 把它記起來喔 好,下一個 Cheese Cheese Cheese就是我們說的起事 OK Cheese 我們記起來了 好,下一個 Chocol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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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黑黑的 很好吃的甜甜的那個糖 巧克力 叫做Chocolate 好,我們下一個 Cookie Cookie Cookie就是我們一般的一些小餅乾呢 那些東西 這叫做Cookie OK,好,下一個單字 Ice cream Ice cream 嗯,很好吃的 Ice cream Ice cream是什麼 冰淇淋 我們記起來了 冰淇淋叫什麼 Ice cream 好,下一個單字 Moon cak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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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秋節到了 我們全家要一起吃什麼呢 月餅 月餅怎麼說 Moon cake OK,我們下一個 P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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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們所說的什麼 蘋果派啦 或是鳳梨派啦 那個東西叫做派 OK Pie 好,下一個單字 Popcorn Popcorn 哇,去看電影的時候一定要買很大包的什麼 爆米花對不對 一邊吃一邊 一邊看一邊吃這樣 是不是很好呢 Popcorn 爆米花 我們記起來了 好,看一下下一個單字 Bu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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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們說的 奶油 黃黃的那種奶油 叫做Butter OK 好,看一下下一個 O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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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慢要炒菜之前一定要加什麼東西 要加油對不對 那加那個油的話就是Oil Oil 好,看一下下一個單字 Salt Salt 炒菜 一定要放什麼東西才會鹹鹹的 就是要放 Salt OK Salt 這是我們說的鹽巴 好,看一下下一個 Sugar Sugar OK,鹽巴是鹹鹹的 那為什麼是甜甜的呢 Sugar 就是我們說的糖 糖叫做Sugar OK 好,看一下下一個單字 OK,接下來我們看一下下一個單字 Hung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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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ungry這次就是很餓的意思 我飢餓了 OK 飢餓 那這次怎麼用呢 我們看一下 I am hungry now I am hungry now 這句話的意思就是 我現在很餓 OK 我現在餓了 叫做I am hungry now 記起來了嗎 好,看一下下一個單字 Fall Fall 跟Hungry剛好相反 Fall Fall的意思是很飽的意思 我很飽 OK 很飽的那個飽的這個字怎麼說 就是Fall 好,看一下下一個字 Thirsty Thirsty Thirsty這個字的意思是很渴 OK 口渴的意思叫做Thirsty Thirsty 好,看一下下一個單字 Delici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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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licious這個字的意思就是很好吃的很美味的 這個字叫做Delicious Delicious 好,看一下下一個單字 The food is delicious The food is delicious 好,這個字的用法就是這樣子 The food is delicious 意思是說這個食物是很好吃的很美味的 我記起來了嗎 OK,下一個單字是Hot Hot Hot它可以當作是熱的意思 它也可以當作是很辣的意思 OK 所以如果說The food is hot 可以講說這個食物是很熱的 或者是這個食物是很辣的 都可以 OK,都可以使用 好,看一下下一個單字 Sweet Sweet Sweet它的形容 它形容這個食物它非常甜 它也可以說是 它只要是很甜的 有點甜味的 甜怎麼說 Sweet 記起來了沒有 Sweet 好,接下來 Burn Burn Burn這個字 它的意思是燒焦的意思 燒焦 我們看一下這個字要怎麼使用 She forgot the fish and it burned She forgot the fish and it burned She forgot the fish and it burned Eat Eat Eat這個字就是我們說的吃 你吃什麼東西 這個吃這個字就是Eat Eat Eat OK 好,看一下下一個單字 Or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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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字怎麼使用呢 我們去餐廳或是我們去麥當勞呢 我們會跟他們Order 就是要跟他們定一些東西 跟他們點什麼東西 你要點什麼東西 就是這個點這個動作呢 叫做Order OK Order 記起來了沒有 好,看一下下一個單字 Menu Menu 如果說我們去餐廳吃飯的話 那個服務生會遞給我們一本 裡面他們的菜單 那這個菜單怎麼說 就是Menu Menu 就是菜單的意思 記起來了沒有 好,看一下下一個單字 B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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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字是什麼呢 我們要吃飯的時候 我們手上要拿一個東西 要做飯 那個東西是什麼呢 就是碗的意思 OK 碗叫做Bow 好,看一下下一個單字 Chop sticks Chop sticks OK 我們有碗 我們要夾菜 要怎麼去夾菜 要用筷子對不對 那筷子怎麼說 那筷子叫做 Chop sticks Chop sticks 你們記起來了 好,看一下下一個單字 C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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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杯子的意思 我們喝水 要用杯子 那個杯子叫做Cup 好,看一下下一個單字 D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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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們說的 我們要裝菜啊 或是要裝一些什麼其他東西 所以我需要那個盤子 那個盤子叫做Dish OK 我們記起來了 好,看一下下一個單字是 F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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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字就是 叉子的意思 OK 我們要吃 我們要叉什麼東西 就不要用到叉子 這個Fork 來叉東西 來吃 Fork 好,接下來看一下這個單字是 Glass Glass Glass就是我們說的 玻璃杯 OK 玻璃杯 它是用玻璃做成的杯子 叫做 玻璃杯 叫做Glass OK 我們記起來 好,看一下下一個單字是 Kn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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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要插住東西 但是如果說的很大塊 我們必須把它切開 要用什麼東西來切 然後Knife Knife意思就是用刀子 OK 刀子意思叫做Knife 好,看一下下一個單字 Spoon Spoon Spoon的意思就是湯匙 我們喝湯用的湯匙 叫做Spoon OK 記起來了嗎 好,看一下下一個單字是 Cloth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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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們所說的衣服 它也是說的衣服的通稱 所以接下來我們要介紹的部分就是 衣服的一些字會 那我們看一下衣服用哪些字會 第一個單字是 Co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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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們說的外套 那種大的外套叫做Coat 我們記起來 好,下一個 Dress Dress Dress是指女孩子所穿的那種連身的洋裝 整件式的那種一件式的洋裝叫做Dress OK 好,記起來了嗎 我們下一個單字 Jac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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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cket就是我們說的 夾克、外套這些東西叫做Jacket 記起來了沒有 好,現在下一個是 Je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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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eans是我們說的牛仔褲 牛仔褲叫做Jeans 記起來了沒有 好,下一個 Pants Pants 那其他一般的長褲呢 我們就叫做Pants Pants Pants OK,所說的 我們說的長褲 Pants 好,下一個 Shi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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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像林肯現在所穿的這件衣服 有扣子的襯衫 叫做Shirt OK Shirt 好,那下一個 Skirt Skirt 女孩子有時候他們會穿裙子 那裙子的意思叫做Skirt Skirt 就是裙子的意思 好,下一個是 Sweater Sweater 有時候冬天早上起床的時候是不是很冷呢 很冷的時候呢 我們會加穿一件Sweater 它就是我們說的毛衣 毛衣叫做Sweater OK,記起來了沒有 我們下一個單字 Uniform Uniform Uniform就是我們所謂的制服 有時候公司他們要求他們的職員要穿制服 或者是學校要求學生要穿上制服 那制服它就是Uniform 記起來了沒有 好,下一個 B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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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意思就是袋子的意思 袋子 要裝東西進去的那個袋子 叫做Bag OK 好,下一個單字 Be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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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意思就是皮帶 那個皮帶 腰帶的意思叫做Belt OK 記起來了嗎 好,下一個單字是 C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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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意思就是那個帽子 那個我們說的鴨舌帽 前面有一個出來的那個地方 那個要像鴨舌頭 那個鴨舌帽 那種Cap 帽子 OK 好,下一個單字是 Glove Glove Glove這個字它意思是手套的意思 OK,手套 通常手套會有兩支 所以記得不要忘記要加一個S 所以怎麼唸呢 我們前面可能唸一次 Gloves Gloves OK 有兩支手套的時候 我們要加S變成Gloves OK Gloves 好,下一個單字 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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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們說的帽子 它跟Cap不一樣的地方就是 帽子它是我們一般手帶的帽子 那Cap就是所謂的前面那個 也像鴨舌頭那個鴨舌帽 OK 好,下一個單字是 B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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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孩子最喜歡 或是有時候會在手上戴很多很多的戒指 對不對 戒指怎麼說 就是Ring OK Ring 好,下一個單字 Shoe Shoe Shoe的意思就是鞋子的意思 OK 通常我們會穿什麼鞋子 會穿幾隻鞋子呢 我們會穿兩隻鞋子對不對 所以記得不要忘記囉 Shoe 一個叫Shoe 兩隻的時候叫做Shoe's OK Shoe's Alright So不要忘記Shoe's 下一個 So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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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我們要穿鞋子的話 裡面要穿什麼東西 Sox對不對 我們說短襪 所謂的短襪就叫Sox OK 接下來有沒有用短襪 好,下一個單字是 Umbrella Umbrella OK 有時候太陽很大 或者是下雨天的時候 我們出門必須要打什麼東西 要打傘對不對 傘就叫做Umbrella Umbrella OK 我們看一下下一個單字 Clothes Clothes Clothes就是衣服的意思 OK 我們看一下下一個單字 W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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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穿 穿 這個動作就叫做Wear 我們看一下這個要怎麼使用 看一下例句 I wear a dress for the party I wear a dress for the party OK 我為了要去參加這個party呢 要去參加這個派對呢 我穿了一件 我們說的連身的洋裝 OK I wear a dress for the party 什麼問題 好,你們記起來了 OK 好,接下來我們看下一個單字是 好,接下來呢 我們要看到的部分 就是顏色的部分 也就是color 那我們看一下 在color當中 我們可以學到些什麼東西呢 首先我們看的第一個字是black black black black就是我們說的黑色 黑色就是black 好,下一個 blue blue blue就是藍色 藍色 OK,下一個單字 br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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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rown就是我們說的咖啡色 或者是褐色 OK,brown 下一個單字 color color color就是顏色 OK,好,看一下下一個單字 gr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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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們說的灰色 灰色就是green OK,好,下一個單字是green gr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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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綠色 綠色就是green 好,那下一個單字是 or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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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們說的橙色 OK,橙色 好,那下一個單字是 p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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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粉紅色的意思 粉紅色 好,下一個單字 pur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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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思就是紫色 紫色 OK,紫色 好,下一個單字 red red 我想大家知道red 什麼顏色 紅色 OK,red 好,記起來了沒有 下一個單字 wh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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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白色 白色 好,下一個單字是 yel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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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來看一下有關於一些運動方面的東西 就是我們sports方面的東西 就是我們sports方面的東西 有哪些東西呢 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個單字是 baseball baseball baseball就是棒球的意思 棒球就是baseball ok,下一個單字是 basketb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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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sketball就是我們說的籃球 籃球就是basketball 好,下一個單字是 tenn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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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網球的意思 網球 tennis 好 下一個單字是 interest interest interest就是我們來講說這個人他有什麼興趣 你的興趣是什麼 就是interest OK 好,下一個單字是 bowling bowling bowling就是保齡球的意思 bowling OK 好,下一個單字 camping camping camping的意思就是入營 露營 ok 到什麼地方去露營 就是camping 好,下一個單字 climbing climbing climbing就是爬山 爬山就是climbing ok 好,下一個單字是 cooking cooking cooking就是煮飯的意思 ok 煮飯 炒飯 cooking 好,下一個單字 dancing dancing dancing的意思就是跳舞 跳舞這個字叫做dancing 你記起來了沒有 好,下一個單字 draw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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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畫畫 ok 那就比來隨便亂畫 叫drawing ok 好,下一個單字 exerci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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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字的意思就是做運動 ok 做運動這個東西叫做exercising ok 好,下一個單字是 fishing fishing 哇,很多爸爸都喜歡在家人的時候到湖泊旁邊去釣魚 那釣魚怎麼說?fishing fishing ok 下一個單字 hiking hiking hiking這個字呢就是我們說的去郊外怎麼樣? 健行 叫做hiking 健行 ok 好,下一個單字 jogging jogging 很多人一大早起來的時候他們就到外面去怎麼樣? 慢爬 那慢爬這個字叫做jogging jogging jogging 好,下一個單字是 picnic picnic 哇,很多人喜歡比如說去神經湖啊,去那邊幹嘛 野餐 ok 野餐叫做picnic picnic 好,下一個單字 running running running跟jogging是一樣的,只不過jogging是慢爬 那running就是我們一般所謂的跑步,叫做running 好,下一個單字是 shopping shopping 哇,很多人最喜歡的,對不對 去到百貨公司或者去到新學家或是些地方去在那邊大忙一些買些東西 過物呢,就叫做shopping shopping 好,下一個單字 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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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唱歌的意思 可以到kb去唱歌啊,或者是說你自己很喜歡在家裡哼哼唱唱啊,就叫做sing 唱歌 sing 好,下一個單字 swimming swimming 哇,這是我最喜歡的 游泳 游泳 叫做swimming 好,下一個單字是 trip trip trip的意思就是旅行 旅行叫trip 好,我們下一個 hobby hobby hobby的意思就是你的嗜好,你的興趣,叫做hobby 記起來了沒有?好,下一個單字 b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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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nd的意思就是樂團 比如說,現在就有你們哪些呢?五月天啊,或是新樂團啊,這個就叫band 好,下一個單字 com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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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ic就是漫畫的意思,漫畫 ok,記起來了嗎?comic 好,下一個單字 doll doll 小女生最喜歡的羊娃娃 羊娃娃怎麼說?就叫做doll ok doll 記起來了沒有?ok 下一個單字是game game game 遊戲 遊戲叫做game ok,玩遊戲那個遊戲叫做game 好,下一個單字是kite kite kite意思是什麼呢?就是我們說的放風聲那個風聲叫做kite 記起來了沒有?好,下一個單字是movie movie movie的意思是電影的意思 電影叫做movie 好,下一個單字 music music music就是音樂,不管什麼類型的音樂 工程叫做music ok,我們看一下下一個單字是什麼呢?paint paint paint這個意思就是說你在幫什麼東西上色這個動作叫做paint paint ok,我們看一下下一個單字 piano piano piano就是鋼琴的意思 你會不會玩鋼琴呢?鋼琴怎麼說呢?piano piano ok,我們看一下下一個單字是sang sang sang sang就是歌曲的意思 一首歌叫做sang ok,記起來了沒有?好,看一下下一個單字是team team team的意思就是隊伍 ok,好,那下一個單字是lose lose lose lose就是輸掉的意思 輸掉了叫做lose ok,那下一個單字是play play play play的意思就是玩 玩的意思叫做play ok,那下一個單字是win win win win,這個字就是贏了 win,叫做win ok,下一個單字是fam fam fam這個意思就是什麼什麼的你 比如說我是阿妹的你 我是什麼什麼的歌名 這個就是fam fam這個字 好,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有關於建築物的一些東西 就是有關於building這個東西 我們來看一下可以學到些什麼單字呢 第一個單字是apartment apartment apartment這個字就是我們說的公寓 公寓叫做apartment ok,好,看下一個單字是house house house就是說的房子 房子 house 好,下一個 home home home跟房子是有點類似 可是home是說有人住的一個家 你看我們說的家叫做home ok,可是house是房子 ok,要記得字當中有些不一樣的地方 ok,下一個單字是bathroom bathroom bathroom就是我們洗澡上這種地方叫做洗手間 ok,或者是浴室叫做bathroom ok,好,看下一個單字是bathroom bathr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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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throom就是我們睡覺的地方有床 那也叫做bathroom就是我們寢室、臥房 bathroom 好,看下一個單字是garden garden 哇,如果你家夠大的話就會有garden 對不對 那有garden就是花園的意思叫做garden ok,記起來了沒有 ok,下一個單字是kitchen kitchen kitchen就是廚房 爸爸媽媽 ok,炒菜、做菜的地方叫kitchen kitchen 廚房 下一個單字是living room living room living room 就是我們說的客廳 就是全家一起看電視、聊天 會放沙發的地方叫做living room ok,好,看下一個單字是study study study這個名字叫做 這個意思就是學習 ok,讀書叫做study ok,我們記起來了study 好,看下一個單字是 door door door的意思就是門 我們要開一點那個門 關起來 開起來的那個叫做門 叫做door ok,看下一個單字是 floor floor floor就是我們現在才踩的一個地板 地板叫做floor 或者是說幾層幾層樓 應該什麼floor 地板的意思 好,看下一個單字是 wall wall wall就是我們說的牆 牆壁啊,這些叫做wall ok,我們記起來了 好,看下一個單字是window window window 有門決定會有什麼 窗戶 我們說窗子怎麼說 就叫做window window 我們把它記起來 window ok,好 接下來我們看一下有沒有其他的單字 好,沒 Air 主要男生 看下一個人 我們就用來電池 看下一個人 在5耳